正常的東西說成很遏止 沒有機電 沒有電梯 你上樓用飛的嗎 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 所以消費者不要去買就好 為什麼當我們說 香港跟中國現在都要取消 公設計價都要走向時評制 人家都在檢討改善 台灣還不檢討 但是您講的時評制 我不是很清楚 時評制就是我花多少錢 買的面積就是我實際居住的面積 就是這麼簡單 全世界都是這樣 只有台灣不是 哪一個國家在賣房子的時候 公設是要計價的 你先告訴我 哪一個國家是公設計價賣房子 就是把你室內面積 跟你的外在環境一起包裝在一起 說多少錢嗎 每一個國家賣房子所賣的面積 計價的就是你實際居住的面積 哪一個國家不是 哪一個國家不是 你去問任何日本人 美國人 法國人都一樣 他就是賣這個牌子給你 所以我就問你哪一個國家不是啊 我今天告訴你你說 我們的行政的相關的部會首長 在說任何政策之前都要先演 我現在就告訴你 每一個國家都是時評計價 你告訴我哪一個國家不是 沒有一個國家是時評計價嘛 沒有一個國家是時評計價 那你說的跟世界趨勢都不一樣 那哪一個國家不是 是你把世界趨勢扭曲了 是我扭曲還是你跟世界是平行時空 那為什麼要講到公社呢 98年的時候我們也提過 監委就已經糾正內政部 就說呢房屋虛平灌水的這個二項 讓民眾呢 花大錢買公社 然後認為說內政部 應該真的這個部分來檢討 因為主建物跟公社的價格都一樣 建商有暴力之鞋 應該以不同單價計價以求公允等等 內政部待度修法 放任民眾權益 這個我們很早就提過 去年我在這裡質詢的時候呢 花字長怎麼跟我講呢 你說公社就不是灌水啊 是活生生長在那裡啊 也不是虛擬啊 當然是 活生生長在那邊啊 活生生長在那裡 但是長在那裡要我消費者買單 而且你灌水啊 你不做電梯你不爬樓梯嗎 那你今天要檢討什麼 你就是要檢討他灌水的現象啊 我們不是正在檢討的嗎 所以公社有沒有灌水 有沒有灌水啊 少部分的案子是有灌水的啊 所以你說不是灌水 就是有灌水我們才要檢討 所以公社面對建商有在工作灌水的事實嘛 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不要打翻一船人 我們現在內政部 就是應該要把相關的規定定出來 才能夠遏止這些不良的建商嘛 那現在就問說 你看54%北市最高 這就是非常特殊的案例嘛 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 所以消費者不要去買就好了 消費者有時候是沒有辦法 不得不的 沒有那個事情 沒有沒有那個事情 因為市場就是這樣 正常的東西說成很遏止 沒有機電沒有電梯 你上樓用飛的嗎 不要去抿區去塑造話題 這樣只是讓社會更加的衝突